好 選舉到了尾聲了 現在桃園選戰也很激烈 而且還沒有知道誰當選 已經有政機出來了 這個是什麼 你看看台積電機將要落腳桃園 鄭運棚積極爭取護國神山 歡迎台積電1奈米 好 現在已經變成了選戰最熱門的話題 當作政機來宣傳 經濟部長幫忙背書 說不是嘛 討論一陣子的 這個一樣是有可行性的 好 所以大家就在講了 現在劃給已經劃到 選舉劃給劃到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已經講了 說有可能之後 蘇生昌馬上就出動了 視察 啟動 宣布三期 但是大家問到王美花說 那好 三期地點在哪裡 我們的美花姐卻答不出來 那這樣到底真的是有啟動嗎 好 另一件事情則是 桃園現在的政機被大家放大來檢視 發現裡頭真的有很多美美嘎嘎 現在是積結的員工跳出來講了 他們講說 承辦人員在講 這個案子應該就是要發飆來處理 但是上集卻告訴他 拆成十萬塊以下的小額採購 不需要公開進行洽購 他們講說如果不行的話 主管竟然是職權霸凌 甚至工會都出來 反應之後上層說 這個是形勢上的懲處 不能讓做事的人蒙冤 所以會再幫這個主管加分 來平衡處分 這樣真的可行嗎 目前在桃園這一站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態勢 最新民調張善政三十點六 鄭運鵬二十六點六 但是最重要是下面這個數字 好 近七成的人肯定鄭文燦 但是有過半數的選民 希望政黨輪替能夠出現 樂見政黨輪替出現 這代表什麼樣的訊息呢 怪不得蔡英文現在已經講了 說呢 一個星期她要來到桃園 兩次助選 然後指示過去曾經幫鄭文燦選上的 這一些將領們來幫鄭運鵬做最後衝刺 說一定要緊緊的盯住桃園 來 韋翰哥您怎麼樣來看 桃園現在還沒當選 已經有政績 我常說民意如流水 所以其實民眾的那個對於縣市長 要投給誰 四年前 四年後 或是再四年以後 他可能變動很大 不過如果以最近的民調 幫我們前兩天去遇到謝榮介 他給我看一份是什麼 民進黨的民調 我說你怎麼有 他說這你就不要問了 他給我看民進黨的民調三份 就是剛剛換林志堅的時候 鄭運鵬是輸給張善政 大概11%左右 可是到了9月的時候拉上來了 因為就接近了 輸3% 但到10月又掉下去了 就比如說鄭運鵬後繼武力 然後被張善政拉開了 贏11% 跟TVPS做的 我說這個是那一份 他說不是 不一樣 所以等於TVPS民調 張善政是贏了11% 那謝榮介說民進黨 內部也是贏11% 觀眾朋友如果以這兩份 加起來一看的話 張善政就是會贏10萬票以上了 但是我到現在為止 大家看到我不管上大白話 或是自己寫文章 我都覺得桃園是吳吳伯 因為桃園 我說民意流水 我不知道現在流到哪裡去了 四年前 兩年前 桃園民進黨開出來的票 比國民黨多很多 2014年的時候 吳智陽他輸給鄭文燦 對不起 鄭文燦 當時輸一點點 是因為2014年 國民黨大逆風 台北市連勝文都輸給柯文哲 對不對 那個是已經8年前了 可是2018呢 2018 現在韓國瑜去幫林康仁站台 今天對不對 韓流一發威 韓國瑜自己在高雄都贏了 陳其邁15萬票 盧萱恩贏 林家龍21萬 侯友宜贏了孫昌29萬 同一天投票投出來 鄭文燦還贏陳學生14萬5 所以你要說桃園現在贏到五村 我會覺得包含了基隆跟新竹 所以它是連動的 但是你要說 現在目前張燦燦沒有領先 鄭文燦很穩 那也絕對不是事實 如果他很穩 他就不用拿這種畫餅了 賓客肚子餓嗎 燕儀那裡有兩個餅 有沒有看到 兩塊 很好吃 你太瘋的 沒有 可是等一下就會送過來了 台積電都沒講話 觀眾朋友 你要講清楚 因為台積電到現在為止沒講話 我每天都來砍份 因為這個已經講一個禮拜了 一奈米 全世界最棒的場在桃園 龍潭有地 水 但是問題是講到現在 連經濟部長都出來跟大家說 對 在討論 台積電沒講話 我告訴你 台灣最大的好處跟壞處都在這裡 好處都可以隨便講 壞處就是講完以後 穿過水無痕 如果鄭運鵬輸了 後續也不會有人追 台積電到底要不要去桃園 反正現在就跟你講出來就對了 鄭運鵬他臉書是寫什麼 導播給他特寫好了 鄭運鵬那個臉書 台積電是護國城山 我愚公愚山 我把這個台積電帶來 變成是他 事情還沒有發生 現在如果台積電已經開了一個 中外記者會 或是他的法人說明會 我們確定要桃園落場 然後現在鄭運鵬講說就是我 台積電也認證 對 就是因為鄭運鵬 OK 你把他當政績 現在是根本還不確定我這件事情 都可以講說就是我 代表什麼 代表他需要用這個來拉台選情 所以鄭運鵬他畢竟不是鄭文燦 我剛剛講鄭文燦桃 桃園四年前很強 兩年前蔡總統在桃園 也開了54%的票 所以桃園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過去的基本盤是不錯的 可是今年民進黨不算順風 桃園現在目前很膠著 所以兩邊都很拉鋸 以民調來看到張三聖會贏 可是還有二十幾天 是 來 民哥 其實選舉不到最後關頭 你很難看得出來 特別是我說真的 我跟韋翰一樣 我也不相信張三聖有贏 鄭運鵬贏到11%這麼多 我是認為沒有 而且今天我才剛從桃園回來 因為我早上去幫黃金平站台 張三聖也有來 張三聖也來幫黃金平站台 因為我之前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跟韓國瑜搭檔 選總統的時候 我們就有幾次在台上碰到 那個時候張三聖給我的感覺 是完全是個門外漢 選舉門外漢 也就是他就是給人家 很斯文學者那種感覺 燕營也在現場看過幾次 就是你會覺得 他完全不像個政治人物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 跟一般的政治人物很不一樣 然後跟選民的互動也很不一樣 這一次我今天早上才近距離 又重新觀察了一次 他的很多態度改變 像以前他是講完他自己 大概跟我們點點頭 就走了對不對 他這一次是 因為當時現場有大概 10幾20個里長站在後面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人在後面 他走的時候 不是自己掉頭就走 而是去跟台上所有 大概好幾十個人 每一個人都握手 不一樣 對 然後裁判慢慢走出去 走出去的時候 也是慢慢從旁邊走的時候 看到選民都會點頭打招呼 當然我必須說 還不夠 因為他現在比過去會講話 可是他在現場幫忙助講的時候 順便幫自己宣傳的時候 我覺得講得還不夠聳動 氣勢沒有 氣勢還沒有那麼強 還沒有那種 能夠打動選民的心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還要再加油 就好像今天講完一樣 中高上升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會很好 會更有力 那民進黨最可怕的一點就是 因為他太會選舉 而且因為他現在有中央的資源 你看鄭運鵬跟鄭文戰兩個 胡說八道一個東西 然後經濟部說的 全部跳出來發圍 蘇貞昌馬上去了 對 假裝去視察一下 好像真的要在那邊蓋 那事實是什麼呢 事實是連地在哪都還不知道 完全沒有 然後結果地沒有對不對 原來的龍潭那邊沒有對不對 他說他現在要擴大規劃 要把外面全部劃進來 然後也不管人家地主同不同意 或者那邊地道你能不能徵收 你都不管 我就先準備把它劃進去了 你見鬼 你共產黨啊你 然後再來水電在哪也不知道 就沒關係 到時候我們一定有 然後台積電要不要不知道 沒關係 我逼著他非要不可 就是這樣 然後台積電一奈米 身分證出來不重要 到時候管他幾奈米 我就在那邊設廠 因為你看之前不是跟我們唬爛說 高雄那邊是7奈米廠嗎 結果變28奈米 不是4倍 更好是不是 我們最近是因為這半導體 逆風的關係等等 台積電的說法 我覺得台積電真的很可憐 現在你被土匪架著 我叫你去哪兒就要去哪兒 家裡要買什麼就要買什麼 真的是拜託 他說我們的護國神山 不是你們的提款機 來 施老師 所以沒有錯就是說 其實地方的縣市首長 沒有什麼權利的 就是在執行這個中央的政策 你關係好的時候就有錢 剛才提到沒有錯 就是到底是真的還沒有 是還是假的 反正先說再講 票騙到再講 我會講說 其實我再舉個例子 但是如果大家知道 開台竟是正式在新竹 人家祖魂 然後說猜就猜 就是說要怎麼樣 科學運氣等等這些東西 中央說好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這樣子 回頭再講說 我會覺得其實張宗正正有改變了 但是我覺得贏的差距還不夠大 因為民進黨有一些支持者 他們大概勝利的會回籠 我覺得到最後那些 我們知道現在我們看到的 跑掉中間那些可能會回籠 第二個就有一些支持者 他們不敢說 他們是支持這個民進黨的 基本上最大的是什麼樣的 張宗正如果選來以後 無利頭 無利可得 OK 所以那邊現在唯一台灣 就是說換人做的時候 張宗正可能會擋人財路 我想這是一個他最弱的一個地方 OK 所以現在這個民調 其實也滿奇怪的 來師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七成他們是肯定他的表現 但是過半數樂見政黨輪替 這應該要如何來解釋 我想就是說沒有錯 就是說他肯定 但是要轉一個